Curtis themes 长沙环一个华尔非法邮站 曾经发生抢劫案 三名男子用刀指下职员 劫去财物之后逃去 加上今次的抢劫案 邮站总共损失一万多元 第一次被劫去大约一万元 第二次被劫去几千元 今次就连一千元都不放过 连续三天有关华尔非法油站被抢劫 今次的事件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 犯案的人竟然这么明目张胆 不单只是说那群劫匪 还有是经营非法油站的人 明知道自己犯法 还够胆在报警之后继续经营 三晚来了三次 是不是第一次都已经拿刀了 是呀 每晚都拿刀来 第一晚就没门面 第二晚就戴口罩 是, 因为看到你安装了路电视 是呀 我们今天来到摄市的地点 看到油站仍然有照常营业 而且又有不少车进来又有 去年我们东张西网 也报道过有关的专题 了解他们的运作 很多都要进入, 大部分也是 是 因为便宜 现在什么时候? 不过四 不过四, 好 一般油站查油价格 大约是每公升14至15元 而这些非法油站 每公升只需要约5元 相差接近三倍 难怪这么多人帮衬他们 发生劫案之后 有警方跟进事件 摄市油站才被揭发在非法油站 虽然说交给有关部门跟进 但应该是哪个部门负责呢 虽然不是正规也不是办法 正规有吗 不是, 鬼鼠有不是之类的 所以没问题 你不跟那些鬼鼠有那些 他也会捉捉我们 不是, 不会说你刚刚一群海关来 他都抄了我们的单 就走了 但有没有罚钱那些? 没有的… 消防捉到你 过油和你打油就有罚钱 消防就会过来罚钱了? 罚了多不多? 看看捉到你多少人 昨晚我们也不见了几万元 其实非法油站问题 可能涉及警方、海关、消防 以及地震等等的部门 但据说油站有交足油税 海关没有理由作出检控 而警方又难以证明油站向司机出售燃油 消防署最多可以以进行 非法燃油转驻活动 对油站作出检控 这类非法油站 没有完善的消防装置和设施 如果发生火警 后果活不堪设想 希望有关执法机关 可以加强巡查各区的油站